嗨 大家好 我是Either 那今天我们来开它 好大的一个包裹 那我们用一个精致的小刀把它打开 好 那向大家介绍 叫啥来的 Low Pro 麻真难记 Low Pro 垃圾堡 Pro Tactic 金刚 BP450 AW 2代 好 我们简称450 2代 那我对Low Pro 这个品牌的印象 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外观比较低调 你很难觉得它是一个很专业的相机包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的话 感觉它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登山包 那第二个就是它所有的细节都设计的很专业 那第三个就是它质量非常的好 保护你的器材非常的可靠 那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天霸的32公升 还有Incase DSLR Pro 两款双肌背包 那两款主要是针对独立电影人 因为主要都是围绕不用拆平衡的如影S 对吧 那我买这个450 2代呢 我主要针对的是双肌位的摄影师 或者是一单反一航拍的摄影师 那相信对相机背包有所了解的朋友 都应该对这款金刚450 2代不陌生 因为很多YouTuber和专业摄影师都用它来当这个相机背包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那首先它正面和侧面呢 都是一些可以外挂配件的地方 然后呢它的侧面呢 这边有一个小袋子 里面还有一个安全扣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相机侧拿的 然后它甚至很科学的是 它另外一侧也是对称的设计 也是一个相机侧开口 所以无论你是左撇子右撇子都很方便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小的扁扁的袋子 那这边就没有安全扣 然后它底下这边呢是防水布 但是它是一体式的 它拿不下来是连着的 所以方便你鞋带不会丢失 那下面有一个把手 可以方便你这样子提着 那它这个腰带呢也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 可以放得下一些配件啊 手机的一些小口袋 然后也可以挂配件 那这里可以挂一些什么镜头袋啊之类的 方便你更换 那它同样这个腰带也是可拆卸的 我不喜欢盲腰带我就拆掉吧 那它这个背后地方呢 也做了很棒的透气设计 应该背久了不会闷 然后它中间也做了一个提手 方便你这样子拎着 然后它的两个肩带也是可以挂很多很多的配件 那它这上面呢也是一个相机开口 不过它这个材料是加厚加硬的 所以特别保护你的器材 开口的内侧也是一个器材的小口袋 然后这里还可以装SD卡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里面看一下 那里面它有送这种外挂配件的袋子 它这些都可以和外面的那些绑袋给配合起来 然后包括里面它还有送一些像 这边是镜头袋 你看所有都是可以外挂的 然后这个是三脚架的拖也是可以外挂的 然后还有这些绑袋什么的 都是方便你外挂的 那我那个超大的天霸那个 它虽然有外挂的东西 但是它就没有送这种配件袋 那里面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上面有两个配件口袋 是这么半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就看到里面的东西 那在这个后面呢也是可以放电脑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里面结构呢 是整个空间都是用来装器材的 不会像一些小的摄影包 它下面是装器材 上半部分是装生活杂物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格档 也是各种厚度不一样 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 那我发现Low Pro真的很注重细节 它的不同的厚度的不同的功能的这个格档 它都做了不同的颜色 我们看到这个橙色的这个左右两边的 它是可以变形的 你可以把它往下压变成上面是个圆的 往上推变成下面这个是个圆的空间 也就是说更贴合你的镜头的直径 然后呢这个薄的呢就可以装一些硬盘 一些不容易坏的东西 因为薄一点你的空间会节省很多嘛 对不对 包括像这边这个电脑袋 它外面是硬的 里面是软的 那所有的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 其他的牌子 我没有见过这种格档 这种格档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 好设计的好人性化 因为它根据你镜头直径是圆的 它给你做成一个有弧度的格档 然后我发现它这个灰色的这个格档 它里面是有加固的 加硬应该是硬直版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塑料版 反正捏起来的感觉呢 和其他品牌的格档不一样 其他品牌里面基本上都是泡沫海绵嘛 这个里面真的是有感觉是有硬的东西的 有听到吗 真的是 我感觉我把我的器材放在里面 我会很放心 我觉得它好安全 那具体它大小呢 我现在把我之前推荐过的两款并排放在一起看一下 大小呢大概是介于天霸的32公升 和Incase DSR Pro之间的一款大小 那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号的书包的尺寸 那因为它的设计结构呢 并不是像Incase这个是前后前面是配件袋 后面才是器材式 它是整个都是器材式 它的配件袋就只有很薄的一层 所以它的理论上它的器材空间应该是比Incase这款要大 但是肯定没有天霸这款大 那这个结构呢就更适合以工作性质为目的的外出拍摄 而不是旅游要装一些自己的衣服啊杂物之类的东西 好那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是双机会摄影师 我要怎么样来装配我的器材 对于空间够大的状况下我不会把长挂头拆下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怎么装配这个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里面装了 两个机器都挂着长挂镜头 然后额外有五个镜头 然后一个这个柏林的这个小灯 然后还有这里留空间装很多电池 那这些配件袋我就不装了 在装什么滤镜啊什么电脑啊自己装一下就好了 那基本上这个大小呢就非常适合两套设备的摄影师出去拍照 背起来 反正重是肯定重的 但是背起来总体来说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靠背的这个透气结构和气垫 然后包括肩带啊 总体来说算是比较舒服的 那因为它的大小和设计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调的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也不会显得特别的显眼 那总体来说呢这个相机背包非常适合双机位摄影师 或者是一机位一行拍的摄影师 非常非常的专业 所有的细节设计还有质量都是没话说 唯一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的外观有点过于低调了 甚至说不是特别好看 不过站在专业角度它真的是保护你的器材保护的特别好 所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推荐给大家 那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想听Ethan讲什么新的内容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那今天就到这里有空来做